大家下午好 我叫杨振兴 来自湖南湘潭 今年37岁 曾经也是走南闯北 在广州的时候 我有做过保安 北漂15年 创业8年 做过都是健身 希望今天 在非你莫属的舞台 找一个项目总监 拓电筹备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见过身的人就不一样 身材好 自己开了健身馆是吧 对 做健身是2012年 开始自己创业的 一直到现在 在2016年的时候 我开了一个美容院 都在北京 你在北京开了几家店 在北京开健身房 是一家店 美容馆呢 也是一家 现在还开着吗 开着 那你跑这儿来干嘛 因为最近出现了一些瓶颈 然后我想 在把方向里 因为现在做得比较乱 又做了美容 又做了健身 还开了茶馆 还开了茶馆 对 你那个茶馆 加健身房 加美容院 一共加起来一年能挣多少 一百以上吧 一百以上 可以说挣到钱了 但是 但是我来说是挣到店了 那你那两家店怎么办 今天找到工作 交给别人去管 因为我是想去找一份 对我将来有一些提升的 然后再回去做健身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 要求的话是希望年薪再五十万 年薪五十万 不低哦 他写的是选址 那其实现在大家都不太开线下店了 那你这份工作怎么办呢 其实我创业这么多年 然后我对于选址这个 说了实体店不太开了 真心我特别等不住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我们创业挣的钱 和那个打工挣的钱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增花 假如说我一年 我能挣两千万 比如斯卡拉能挣五千万 这是我做企业挣的钱 那么说就意味着说 我增花出去就值两千万 我就能找到两千万的工作吗 不是的 有可能我出去找工作 连两百万的工作都找不到 知道吗 为什么呢 解释一下 为什么 是因为当我们创业挣钱的时候 我们是用所有的 其实是资本挣钱 就是包括员工创造的利润 他有给到这个创业的本身了 而当你去打工的时候 其实你仅仅是职业的一个考核 创业的话挺有风险 对的 所以每一个求职的人 千万不要说 我当年开公司 我一年我能挣两百万 所以我出去找工作 我也要找两百万的 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想回到 我刚才说选址的一个 因为我开过的实体店 没有因为经营问题倒闭的 但你总共才开了三个 开了六家 因为我每年都会选 就是去看一百个以上的地方 例如说有些人去开实体店 他可能就是 我今天要开 然后下个月我就干 但是我不是 我去开店的话 我可能在这个楼 还在出设计图的时候 还在一个房子的时候 我提前三年就跟开发商去谈了 提前 第二个我谈房租的方式 可能会有十几种 那我们基本上谈的免租期 都能要到半年到一年 最长的要过两年的免租期 有没有这种工作 专门帮人选址 还有没有 有 有的有的 但是像他说的这些经验 比他更丰富的 以前在麦当劳啊 或者其他的大品牌里边 做过选址经理的 基本上就是两万底薪就够了 一年三十万差不多了 而你的经验 你没有在真正的大品牌 和在规范性的这个 各种城市的商场啊 还有shopping mall啊 有这种深厚的关系 你还远远没达到 我觉得振兴其实 如果你在创业 能做到年收入 一百万以上的话 坦白说你单位时间 还是挺好的 就是你打工的这个动机 让我们看不出来 你为啥要把单位时间 放到一个打工者身份上 这个做企业的话 其实是24小时 都是在这种状态当中 不断地去调整 我想通过一到两年的时间 去把自己状态调整一下 然后再重新去做 但这些你的管理 用两年的时间来管理 就会增加 这些企业家们的成本 因为你拿你的时间 来跟他们的时间来对等了 某种意义上是不负责任的 他们花几十万的年薪雇用力 而不是让你来等待 你的两年的转型 对不起 我等不起 对 而且你刚才说了 一个挺可怕的 你说我现在24小时在工作 大家都是一样的 创业是这样的 然后你希望未来的两三年 一两年的时间 你可能想要有一些 家庭生活慢下来 但是你想你看出这个年薪 所有的人期待的 都是你创业的经验 创业的状态 创业那个经济神来 那才是你最大的价值 你说我不要这个 挺可怕的 你要真的要做到一个职场里边 你最重要的就是归零 我自己原来做了一个学校 一年是五百多万的利润 然后在做完这个学校以后 04年我到了昂利教育 一个国有的大型的企业 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五千块 就是做什么都行 就你能不能把自己归零 你现在要五十万 我突然回想起来 你还没有我挣得多呢 然后我就能把自己归零 重新带三个人 你又开始吹自己 后来做成上市公司 做成上市公司